对我们有害 有害最多就是毒 怎么样 毒品啊 打麻烦 那些对我们自己有害 对国家有害 绝对不能再用 要抽烟的话慢慢来 不过也是有害的 也是有害的 然后喝酒啊 那些色情暴力的那些书啊 电影啊 也对自己精神也不好 对国家也没什么好 所以那些方面我们也要免 就是那些条件而已 可以吗 请问师傅 我很想应兴 但今年就要去当兵 我很担心军中没有素食 或素食不干净 请问我可以应兴吗 可以可以 军中现在都有素食 我们以前有所谓的那个 朱家军都去当兵 但那个摄影这个人 他以前有去当兵过两年 当兵越来越胖 看他也是这个样子 不会了 里面军中 现在我们国家都允许人家吃素的 我们国家就很文明了啦 不是这样子啦 如果素食不很干净的话 也没关系嘛 两年而已 OK 请问师傅 什么叫做万物同一体 哦 这个怎么讲呢 这个要打坐修行才知道 就不是可以形容出来的 就是我讲出来的话 你们听我会很陌生啦 不会了解啦 像我喝牛奶啊 然后形容出来 你们不会了解啦 自己要喝 请问师傅 佛在光中如何教导开悟的菩萨 佛在什么中 在光中 光亮中 他之前念经太多啦 那个是佛菩萨的境界啊 好 我尽量讲 他问什么 是不是他的问题 不是 他说他不会写 他不会写 我也写 那你叫隔壁替你写 好吗 好 你叫隔壁替你写 等一下问 等一下问 好吗 等一下 我先回答这个问题 然后给你问好吗 OK 在那个佛在光中教导菩萨那个 就 不是在我们物质的境界可看到的 比方说 我就比如而已 比如说很高的境界 我是比较文明的星球 我们就说佛的世界 就佛在那边 就不用教导什么啦 他放光就够了 那我菩萨都听得懂 我们在这边用语言沟通 也不懂 上面不用语言 懂吗 那中境界不是我们所了解得到的 不过我们可以了解 如果我们修观音法门 如果我们等起比较高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也会看到化身佛 教很多佛菩萨的时候 教很多菩萨的时候 我们也是集中一个在内 那个时候我们就了解 他怎么教导众生的 他怎么教导菩萨的 要不是用我们那个世界语言可以形容的 我们就坐在那边 然后我们什么都了解 他们不用讲话 请问师傅 修行的目标一定 一定是要往天国吗 那你要往地狱啊 蛤 不是要往世界 我们已经在世界了 如果不往天国 那就往哪里呢 请问师傅 弟子练习太极拳 及中国气功 总要气柱丹田 并要设法练习气通大小周天 不知是否和练习观音法门有冲突之处 或者可以每天在不同的时间练不同的法门 可以啦 没关系啦 就怕你混淆而已 怕你该放在淡田的时候 你就放在山顶上面 然后盖放在上面你就放在淡田 怕你混淆而已 如果能够的话可以修没关系 我们那个土地里面很多气功大师 很多太极拳的大师 很多太极拳的大师 那不会怎么样 不过就是他们有时候修观音法没有 他们就觉得自然那个六脉都通啊 你注意力在哪里都一样了 你注意在上面的话 那全部从那个总开关都去开淡田 开六脉都一样 就不用特别在注意淡田 不过你注意在淡田的时候 不好容易开总开关在上面的 就这样子而已 如果这种开关开了以后 淡田也会开 任何地方都开 懂吗 请问师傅 现在由于某种姻缘参加印星 将来用另外一种姻缘 而不能谨守舞界 会不会有可怕的二国 有啊 有可怕的因果啊 就是你不修啊 不修是最可怕的因果 还有什么更可怕的呢 你念快一点 请问师傅 不用排手啦 无聊的问题不用排手 他是要 他是要听无聊的答案的 请问师傅 你曾经说过打坐是一种爱立的泉源 但是假如没有明师的指导 而自己随便乱打坐 是否也一样会越来越有爱心呢 嗯 也许会 不过很多人啊 自己乱打坐的话 就会乱打坐 听懂吗 打不对就叫打坐 嗯 然后而不是得到爱心呢 就找魔 就比较危险而已 便废不能 有一些人他前世有修行过 然后他自己现在还记得一些 所以他打坐也会获得一些利益 不过有一些人啊 啊 那个自己身心已经不稳定了 又很税弱 精神不够 集中 然后又自己乱打坐的话 就会干扰自己那边的 那个那个 那个元气啊 然后会干扰到自己的精神 会变成着火入魔 就太可惜了一点 所以还是最安全啊 我们想打坐哪一个方法 我们就去找那个方法的名师 啊 如果想修观音法门也可以 如果不想修别的方法 就去找别的老师就可以了 不要自己乱捉 对自己的身心比较冒险了一点 佛教经典常说 修到最高的境界 可以到达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请问师父 修观音法门最高的境界 可以到达哪里 到达哪里 我不能告诉你 不过会超过米乐世界的 那我不是阿弥陀佛世界的境界 超过 请问师父 我一生帮助别人 奉献主做事 为什么到现在 一生都是疾病痛苦 你期待好的国报是吗 如果知道做好事 会得到好国报的话 也应该知道做坏事 会得到坏的国报 我们现在得到坏的国报 我们现在得到坏的国报 痛苦 就是我们前世 或是以前做坏的那个 那个什么 事情 我们现在做好这个东西 谁见到了那个好的国报才来 你种一颗那个兰花 什么一瓶兰花 多久的才开花呢 不是马上种马上有吗 没有 有些花又更慢的开 是不是 几年的开市 有些几个月开市 同样 我们的国报啊 好坏啊 早晚一定会得到的 就是时间的问题 还有 有时候我们因为得到那种痛苦的因缘啊 我们才反省要得到永恒的快乐 所以这种病苦啊 也是一种福报 我们不用认为病苦就是不好 我们的看法 应该 怎么样 开朗一点 我们才知道上帝所送给我们东西 并非像我们想象这样子 有一个人 有一个故事啦 一个人他死了以后 他就去看那个阎罗王啊 嗯 然后阎罗王就看他啦 你啊 一辈子贪心啊 恶毒啊 没有救谁啊 然后又没有那个帮忙什么人啊 有没有修行啊 你不一定要杀地狱的 嗯 你那个钱啊 那个怎么样 贪心啊 拿那么多钱 然后什么都没帮助别人 你不一定会要杀地狱 然后那个人他说这样不公平啊 这样不公平啊 因为我不知道 那个 那个有一天我会死掉啊 我不知道应该 嗯 不是有什么果报啊 我不知道有 有那个 他别的地方 我才这样这么做 因为你没有警告我 你没有送 什么 那个什么 东西警告我给我知道的 所以我才做不好 如果以后 你给我一个机会 我再回去 再做人 然后 你快死 我快死的时候 我是 嗯 你去提醒我一下 我一定会做好事啊 有时候 我不做好事的时候 你提醒我一下 好 那个阎罗王说 OK OK送你回去 回去的一阵子以后 他又再死了 他再杀来了 阎罗王还是要判他去地狱啊 他还说 前面不公平 我已经告诉你 你又提醒我 因为我人会忘记啦 所以你没有提醒我 应该 人生无常啊 应该怎么样 没有提醒我 他说有啊 我有提醒你好几次啊 他说什么时候 他说有一次 一个器盖到你那个门口 有没有 他说有啊 然后他问你有一些 东西给他吃 你没有给 那个就是哦 气盖那个就说哦了 他说 哎呀 这样原来是你 怎么你没有讲啊 他说还有另外一次 我送一个很老的 一个有一个很老的人啊 很老的很老的 跑到你家门口 在那边 生病 有没有看到 他说有啊 那你怎么照顾他 说没照顾啊 我叫人带他去别的地方 我不想看他 这样子 我说那个人也说哦 他说那个人就说哦 然后有一次有一个 你一开门就看到一个尸体 在你前面有没有 他说有 我说那你怎么处理呢 没有 我把他丢在那个 垃圾场那边啊 那原来说那个也是哦 他说我已经提醒你好几事了 那个身体是无常 世界是无常 你没有听我 这次你一定要去地狱了 没有再借口了 同样 我们有时候在这个生活里面 得到一些不愉快的情况 身体受到伤害病苦 我们应该知道 那个时候 上帝造化佛祖 提醒我们 要往那边找永恒的境界 OK 请问师父 我今天准备来应心 刚听到师父你明天就要出国了 不觉之中 心中很舍不得 诚心恳求你有空回来好吗 你应心是你家的师嘛 为什么要帮我呢 好啦以后再说嘛 我们当来不知道啊 师父一出去说不定要活的回来啊 我现在乱答应你啊 我要再生一次啊 你应心是要应心啊 然后自己里面修行会跟师父沟通 师父肉体只有一个 不过我们不是肉体 我们是智慧 我们是爱力 我们是无所不在的那种无形的力量 我们不会隔开的 不用执着师父的肉体 我回来就好 我回来也没关系 嗯 世界都是我们大的家庭 然后台湾是其中一个房子而已 我不应该每次都住在一样的房子 OK 请问师父 听别人说 应心以后的人 就可以成为最孝顺的小孩 原因何在 因为我们修行应心的以后 那我们的父母啊 五六七八代啊 都受到这功德 他们升华减少困苦 死了以后就灵魂快乐超生 所以才说我们是最孝顺的 嗯 不是给他们钱就够了 钱只能保存他们 那个身体舒服一阵时而已 不过这个不一定做得到 有时候我们给父母钱很多啊 不过他们身体有病痛 我们也没办法捡小的 他们也不能享受我们所给的物质的东西 是吗 请问师父 做噩梦的时候 大声喊叫爸爸妈妈 可是他们却听不见 没有办法来救我 但是轻轻的教育生师父 师父马上就听见 马上来救我 为什么爸爸妈妈的耳朵 跟师父的耳朵不一样呢 爸爸妈妈耳朵 啊 因为他们的耳朵就不是我的耳朵 哈哈哈哈 不一样 那个修行的关系嘛 修行的人啊 就里面比较有心灵沟通 不修行的人都被障碍遮住 所以听不到 观音菩萨就是他 有那种 天 我们说他是天眼天耳啊 就是因为他 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 不是他有一千个耳朵 或是一千的眼睛 那么难看 听懂 嗯 修行了以后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会听得到的 就是不修行才不好沟通 嗯 请问师父 圣经上说 眼睛是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若明亮 全身就光明 这句话如何解释 那么简单不懂啊 他一直说 不是指这个两个肉眼啊 他说你的眼睛 如果一哥的话 那 它会发光啊 我们集中 修行集中智慧炎的时候 我们内在的光 会发出来 我们打坐那个时候 在入定 在光入定当中的时候 全世界都是光的 我们没看到别的东西 没看到痛苦 没看到任何分别的境界 他只是指那个境界 他跟他徒弟讲 他徒弟都懂啊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修跟他一样 所以不懂 你修观音法门了以后 不用谁解释 你马上懂他讲什么 现在师父解释 你也不简单懂 他的那个 一个眼睛是那个智慧眼啊 第三眼啊 就没有眼睛那个眼啊 然后如果我们 眼睛变成那一个的话 那当然我们只看到光而已 他意思是这样 这个我们修观音法门 马上就懂啊 看到光就懂啊 请问师父 修道以解脱者 内心快乐无比 请问他还需要 不思行善吗 不需要 不需要 不过他还会做 还会做 他做因为别人需要 不是他需要 懂吗 如果你吃饱了 然后另外一个人饿死了 你会不会煮饭给他吃啊 会 不是因为你要吃 就给别人吃啊 不思是为了别人 不是为了自己 为了自己而不思 就是很错的概念 就是想做生意一半 想得到福报 才不思 那个是也是好啦 不过比较地等级的概念 最高等级的就是 无商不思 无我贡献 就是我们不思 为了别人需要 完全没有等待任何的 那个回报 那个才是真正的不思 释迦牟尼佛也有说啊 耶稣基督也有讲 他说 释迦牟尼佛说 不思不过不不思 才是真正的不思 我们还在那边执着 我有不思他 那个还不够完美 然后耶稣基督有说 你右面不思 不给左面之道 不给左面那个手之道 右手桌不给左手之道 到这种程度 才是真正的不思 我们这样不思的话 我们就没有轮回的因果了 不过很小人得到 除了他得到那边 那个无商的力量了以后 他已经知道更高更美的 境界以后 他那些所作所为的小小的 这些物质里面的世界的行动 他不会太在意了 他不会看得上了 所以他不思跟没有不思一样 那个时候他才做着到 这个无上不思 或是无我不思 请问师父 圣经上说 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 这和无上师帮我们应兴时 同时也背走我们生生世世的业障 是否是相同一样的意思 一样 就是因为这样子 他徒弟才得到解脱 因为有一个人 他能够有力量帮助我们洗 洗我们生生世世的业障 我们才可以解脱 不然我们一个人 没办法了 没办法 就是因为 你们听也不简单啊 不简单相信 不过对一位 像耶稣基督做事是很简单的 这是壮业的问题 听懂吗 有时候你看一个人 他爬在高压店的电线杆上面 做危险的事情 他看起来一点都不怕 是吗 他也没被触电啊 不过我们能做吗 看起来很简单 就是因为他知道草滑的地方 同样 修行的人 他知道怎么洗别人的业障 嗯 我们不知道才很难 知道了什么都不难 听懂了哈 嗯 请问师傅 释迦摩尼佛在世时 在他身边接受他亲自传法印心的弟子 跟现在炼金拜佛的佛门弟子 有什么差别呢 有差别 有差别 因为那个时候他在 现在他不在啊 啊 你跟一位在世的英文老师谁 谁 他那跟那个过去 有 有没有差别啊 一哥是你在他的身边 谁 他今生今口叫你 一哥是你在他坟墓那边每天拜拜的 然后得不到一句英文 听懂 嗯 随英文也是这样子 随佛怎么那么简单啊 一拜坟墓拜相就行了呢 啊 不是太天真的一点吗 嗯 不过我们人都很天真的啦 都是上帝的儿女说很天真 請问师傅 有一位同学说 在人的一心一生之中 只要相信一个宗教的教主就可以了 像我这样同时爱上那么多的宗教的教主 是否会下地狱 爱上很多宗教的教徒 他相信很多宗教的教主 不会啦 不会 你就上很多天堂就对了 不过也要了解 所有宗教的那个什么宗田 宅上天堂 不然的话也许你挂在那个天堂那个 什么门口外面而已啦 进不去了 每个宗教都 答应人家天堂 如果你相信很多的话 你就有很多天堂可去 怎么会下地狱呢 嗯 快问别的 请问师傅 耶稣基督说 上帝在我里面 我在上帝里面 你在我里面 我在你里面 这跟佛教所说的万物同一体 天人合一 是否相同的意思 相同 相同 嗯 相同 请问师傅我常吃素 但时常念师傅的法号 有时在客厅里面静坐 就有中鼓声以及那一种夏天的 残叫的声音 这样的声音到底好不好 好 不过还不够好 就是阿索罗的境界的声音而已 那要多修行才得到更好的境界 没有印心能够听到内在的声音 已经蛮不错了 嗯 请问师傅 师傅不再宅要三个月 诶 师傅在台湾 精神益心就不用了 三分钟就好了 请问师傅 佛门常说 人生下来便是来受苦的 人生既是来受苦 但人生有时有苦有乐 每一种生活都有 都是一种自然体会 为什么特别强调苦呢 没有特别强调啊 嗯 就是因为我们快乐的时候 我们就不用讲了嘛 是不是 就是 痛苦人家才不喜欢啊 才要脱力痛苦啊 如果 都是有快乐的话 那就不用说了 嗯 因为很多人不喜欢痛苦嘛 所以我们才 才说那个有一种 可以脱力痛苦的方法 便非痛苦不在 就是我们 锻炼我们的精神 有一种方法 然后我们就 那个体力 和那个耐心 跟增长 然后我们对世界痛苦快乐 都一样的 嗯 那时候就不用强调痛苦 或是不用 不用 不用那个 喜爱快乐 佛说最高的布施 是布施法 但是一般的房夫 都没有法 可以 可以布施 那该如何布施法呢 那你先得法再布施吧 嗯 法就是什么法呢 就法门修行的方法 如果你得到以后 不是你硬心以后 你也可以跟别人讲啊 那个时候就叫布施法 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 当然不能说啊 快念 佛教说 因果律 但是佛菩萨本身 却有千百亿化身 寻生就苦就烂的大能力 这是否违反因果律 因果法律 是不是 违反了因果 因为佛教强调因果 他说 倒 因果是给你们众生的 怎么给佛菩萨呢 警察能管得了总统吗 管得了吗 管得了吗 管不了 同样佛菩萨是抄因果的 他爱盖马就盖马 因果动不到他们了 听懂吗 他们要什么都可以 不然怎么 怎么能够被众生的业障 怎么救众生解脱呢 如果佛菩萨也是一样 被绑在因果里面的话 他怎么动呢 他救不了自己 怎么能救我们 OK 请问师父 一般人长大以后 大多失去了赤子之心 而师父却一直保有赤子之心 这就是师父如此受到 大众的欢迎的原因吗 失去什么之心 小孩子的心 然后我为什么受到人欢迎 因为我有小孩的心啊 有吗 有 知道我回去开桌来看看 是小孩的心 是大孩的心 我不知道 你们喜欢就喜欢吗 也许师父跟人有缘 也许我以前 生生世世帮助过你们 也许我们以前当朋友 夫妻 父子 有经济朋友的感情 嗯 请问师父 小时候我最敬爱的就是耶稣基督 长大以后 我又爱上释迦摩尼佛 老子等等 而现在我心目中最伟大的就是 无上师尼每天都想念你 想念的程度呢 就是想念的程度每天都流下眼泪 远比其他古代的任何一位教主多还多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问哦呢 是你这句问题就问师父 这个是同学问的吗 不是 不是 同学不要问 那给贵宾问而已 如果要那么想念的话 那想办法不要想念嘛 想念师父总比想念那个世界的 那个烦恼好啊 这种掉眼泪是很愉快的啦 会洗衣我们很多心生的 不干净的地方 那个比我们 明天利如果说 是